大選慎選隔天總統蔡英文 在總統府接見AIT處長李英傑 美國除了恭喜連任之外 也透露希望美豬美牛議題 能夠有實質進展 其中美豬開放進口 會不會對國內養豬產業造成衝擊 學者分析美豬就算真的扣關 對台灣產業衝擊也不大 不過台灣豬肉的產值 年產值最高就曾達到886億元 外銷產值更高達600億元 台灣人不只愛吃豬肉 更習慣吃溫糖豬肉 因此光是豬肉的自給率 就高達86.3% 再來才是禽肉和羊肉 但過去美豬進口卡關 最關鍵的因素 其實是對人體健康存有疑慮 就是說你美牛可以含10個PPP的 萊克多巴胺 但是豬肉不可以 那這個完全對身體的一個健康 沒有影響的 那有這樣的一個差別呢 當然是不合理嘛 那這個就是一個政治的一個操作嘛 雖然美豬美牛的萊克多巴胺含量是不至於對人體造成傷害 再加上美國也沒有傳出相關的竹紋疫情 藥卡關實在有些不合理 但畢竟攸關消費者健康 民眾真的能接受嗎 台灣在瘦肉精跟狂牛症的疫情 我們的標準幾乎都是零檢出 其實高於世界上許多 已經都在食用美國豬牛的標準 那我想其他國家 他們如果都能夠接受 那台灣在這裡也可以適度的放寬 至少我們要吃的安全啊 那台灣有必要進口嗎 我覺得是台灣豬其實很安全的 因為進來的話 那個責任滿那個的 因為我們台灣還是吃豬肉的滿多的 民眾反映兩樣型 但進口美豬美牛顯然也是台美關係的交涉籌碼 要如何讓台灣的消費者買單 蔡政府的考驗才正要開始 環宇新聞 洪西與徐國豪 台北報導